像我是有關鍵字的 手工跟線量 對 我聽到這兩個東西 就是基本上屬於野性 就裡面第二人格就會分裂出來 像比如說我舉個例子好了 之前我在日本 我那陣子特別 就是迷那種日式的古著 我就覺得自己要戴個紳士帽 然後穿得很憋 然後很小 然後拿個手拿包 然後還有一個日式的那種鏡框這樣 然後重點是 我就沒有近視了 所以我就逛街的時候 看到了這副眼鏡 然後這副眼鏡 當初我戴上去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還滿好看的 然後店員就跟我說 他說 你戴看看 不是 我現在戴會覺得自己有點蠢 一定要戴嗎 戴 戴 戴 買了你不戴 而且你花多少錢買的 我先戴錢 然後呢 就是 很普通啊 不是 請問一下 是很普通嗎 錄影錄到一半工作人員 笑這麼大聲是可以的嗎 OK 就這樣花多少錢 這個眼鏡是這樣 就是我戴上去 店員跟我說 他說這個原價一萬四 然後今天打折 然後他們店裡面 因為所有的鏡框 全部都是手工 今天剛好他們在特價 所以打下來是 九千八百塊台幣 這不是通話街 三百就一副嗎 對啊 我跟妳說 它的質感 妳摸到就不一樣 怎麼可能 妳沒有近視 什麼意思 我摸不出來 不是 我們是野性消費派 妳可以就是 你剛剛也攻擊我 我給我攻擊你就是 對啊 不是 他說這個東西 他們全世界只有一副而已 就這副 它的顏色 所有東西染上去 就專屬於我 是不是它那個鏡框下面 有一點暈染的那個顏色 對 就是那個顏色 而且 它的質感真的 不是到九十 一千我都不會買 這 OK 好 沒關係 而且它型也不漂亮 不是 那我問題是說 這個職人它是有名的嗎 這個職人是 它是在表餐道裡面 一家非常有名的手工眼鏡店 所以當它跟我講的時候 我覺得說 這麼獨一無二的東西 然後我那時候又非常瘋 所以我就覺得 找到的就是它 妳戴了幾次 我就是 基本上在日本總共 買到現在就戴了三天 因為第四天以後我發現 實際上是太蠢了 所以我就把它放棄 然後 你一天一次戴三千多 一次戴三千多 一次戴三千多 對啊 所以 然後這個是我的一個 比較不誇張的野性消費 還有第二個 比較誇張的野性消費 這還不夠誇張啊 是 剛剛講是有戴的 這個是個相當知名的眼鏡 然後 對 然後 有一陣子就是 這個 Avengers就是 鋼鐵人 對 鋼鐵人 然後它有戴很多 然後那個時候 因為剛看了中橘子 是中橘子 反正就前面 大概三四年前 然後 那時候我們一群人就覺得 天啊 這個眼鏡也太帥了 然後你知道我們在群裡面 大家就互相吆喝 不然怎麼樣啊 幹嘛買啊 對不對 OK啊 你上我就上啊 沒有關係 然後 是男人都要一副鋼鐵可以 對 類似這種 然後我覺得我的關鍵是 就是他跟我講 Don't be afraid 直接就買了處理 所以 我們那時候連看都沒有看 也沒有任何世代什麼 沒有 我記得這個原價 那時候還有草賣價 因為全世界缺貨 所以大概是兩萬一 還兩萬二左右 哇 我大概等了 漂亮 四五個月 帥喔 這個帥 四五個月 這個好看 這個好 你為什麼不大 就是仿他那一隻啊 然後那個 冬鐵的那一隻 不是從裡面可以看的 就是他 後來還給 自豬人的那一隻 它是其實是有一點 沒有這麼完全透光的 帥 好看耶 買了 不是 買了 我今天的眼鏡 怎麼都這麼適合大牛哥 他們終於找到有一個 阿嬤 你今晚 你會看到 我才真的要說 我終於看到有一個 戴得比鋼鐵還帥耶 真的耶 這副是完全全新的 我一次都沒有戴過 都沒有戴過 因為我一直覺得 戴起來沒有很好看 所以我就覺得 不會啊 我一直都覺得心裡面就 不知道我個人感覺 因為你臉比較秀氣一點 就會顯得 不會到不好看 是嗎 所以我會覺得 就好像還有點太大 還是怎麼樣 這整個 他本來就是這樣子 是啦 所以我反正就是 就直接就買 然後我現在就很少很少 要不然你給杜力啊 對啊 你就不會 我這邊要再受貨 那我跟你說 你就不會覺得眼睛太大 是這樣子嗎 對啊 我真的覺得太浪費了 朋友跟你說好看 你不一定要買 你看他 杜力看也蠻好看的 杜力看也蠻好看的 真的耶 很好看耶 所以我找到問題了 杜力可以買喔 杜力 今天兩個加起來 六萬八千八 吉祥數字代表 你這很像老師耶 這個好看 好看 但是我這個我應該 差不多兩百塊我就會 才會買 沒有 很厲害 我有時候跟朋友 去逛街的時候 朋友都會勸敗說 這東西就很適合你 就刻著你的名字 然後我就會考慮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這個東西的價格合不合理 像那個兩萬多 就太不合理 不是 不是品牌太不合理 是你沒有帶過 就太不合理 然後我要想的第二件事情 就是這個東西 適不適合我 場合有沒有可以 就是用得到 很多場合可以用得到 然後第三件事情就是 能不能使用得很頻繁 想完這三件事情之後 就會完全降低了我的購物 因為我一直都很喜歡存錢 然後我希望可以存下第一桶金 然後我每一次逛網拍的時候 不知不覺就會挑 大概十幾件衣服 然後我就會 到那個購物車的時候 看到腫了 我就會嚇一跳 然後就滑去那個銀行APP 看一下我現在存款的腫了 是多少 然後再扣一扣 不行 這樣完全就是會 讓我越花越多 所以我就會理性的 直接把那個購物車請 理性的時候也會出錯 就像我有一次 我就看到知名品牌出了 冷暖的風扇 然後我就看了很心動 想說冬天可以吹暖風 然後夏天又可以吹冷風 然後我就直接把它購入了 然後結果買回家說 花多少錢 花了大概兩萬左右 兩萬多 然後我就買回家 然後我媽就看到說 妳幹嘛沒事買一個風扇回來 妳夏天熱 妳不就開冷氣就好了嗎 然後我就說 可是它還可以空氣就是淨化 對 我就覺得對身體會健康 然後我原本想說它很省電 結果我是冬天買回來的 當月的電費直接飆破5000 因為我每天都天天開著 然後開到28度到30度 那個風真的很溫暖 然後不知不覺就電費破表 然後我就想說夏天 應該比較省電吧 因為冷風可能不用那麼耗電 結果我之前家裡平常是 每個月大概3000左右的電費 結果那個月也是大破表 爆表 對 到6000多 怎麼樣 理性消費的人 有時候也是 我還以為你們很聰明 不過網友這種野性消費 到底有哪一些理由 我們請希傑公布一下 情報戰大調查 節目與網路各大社團 合作問卷調查 讓所有粉絲觀眾 都有機會發表你的意見 由情報戰特派員希傑 為眾多網友發聲 說出你們的心底話喔 我覺得今天的民調真的很適合 今天的節目 因為我們的這個民調 是透過不花錢手會痛的 這個網路社團合作民調 好像前方在口袋裡面 會咬它一樣 對 以及我們這個今晚開戰馬的 觀眾粉絲團 然後我們就整理出來 就是在網路新世代的 野性買法的各種理由 首先第四名看到的就是 別人有我沒有怎麼行 一定要加一 網友說因為常常在划 Facebook的社團 很多人都說加一 加一 加一 自己如果沒有喊的話 感覺會滿遜的 然後再來第三名 是買了這些東西 你可以做公益 或者你可以報恩 網友分享 這有點像是回向的感覺 你買東西可以幫助別人 這樣子花錢感覺 比較不會有罪惡感 而且如果這個東西的背後 它有很感人的故事的話 一定就是買爆它 再來還有第二名就是 只管顏值不用管它好不好用 網友分享這個東西顏值非常重要 只要它好看 然後很可愛 就一定要買回家 另外還有就是有網友也分享說 東西可愛真的非常重要 尤其是媽媽們 看到小朋友的東西 超可愛 超繽紛的 不管他們玩具多不多 就是要買回去讓小朋友很開心 所以這個買東西顏值 真的就是王道的 東西的好看程度是非常重要 就比如說 就這件事我在上海演一個音樂劇 小時代音樂劇的時候 我去了那個時候的一個商場 然後我是無意間經過 然後那個時期 我就是非常的挑對 就是我很喜歡這種 桃紅色的東西 這種小綿羊皮 然後我這個皮衣 我當初就是現場 我就直接看 我記得台幣大概1萬78 我就買了 然後回到台灣之後做活動 就像現在這樣子貼名牌 做活動它貼下來撕下來 就是貼上去 撕下來之後 它這裡直接有一塊 就是淺色會完全不見 現在已經補好了 現在補好了 然後再 我要講比較誇張的事情 是因為我愛這件皮衣愛到 當它撕下來 有一個色差的時候 我直接打電話給我上海的朋友 請他現場去商場幫我看 還有沒有這件皮衣 你還要再買一件 於是乎 我就擁有了兩件這個皮衣 這件多少錢 這件一萬八 所以我在一個月內 連續購入了它兩次 然後你們現在看到這件是新的 另外一件是補色好 我不知道已經丟哪裡了 這樣 你有兩個 對 因為是這樣子 就是除了皮衣外 我本來 你幹嘛 我想幹嘛 記憶它的那個 像我的話我是因為包包的 像可能小燕姐是包包手 像我的話是手機殼 我對手機殼有一種很變態的偏執 所以就是我會買非常昂貴的手機殼 比如說好了 我今天這真的是我自己手機 像我會買這個就是 比較特殊像這種明治 日本的百年的 這三個不是長得很像嗎 不一樣 哪裡 哪裡不一樣 圖騰不一樣 這顏色 顏色跟圖騰都不一樣 這個東西的來由 它是日本明治時期的古部 去做的手機殼 所以一個單價 大約都在三千到四千左右 一個三千塊 對 這一個 這一個 然後我為了 所以一個三千塊你嫌貴 你跟他講這個多少錢 這個大概就是 7到9千 好 等一下 對 就是 因為我為了證明我不是 就是拿來充數 這是我歷代的手機殼的 這個樣子這樣 對 很特別 小晨你手上拿了這一種 這個皮箱牌 對 皮箱牌子 然後這個是我之前 上一代手機 這是這一代手機 比較大的這樣子 所以我就會買 我覺得很好的東西 這個東西也沒有到 真的這麼貴 比如說幾千塊 一個七千多塊還不貴 就是 你買兩個 這個夜市幾百塊就有了 然後你每次換手機 都要再花個一千 我以為四 可是對我來說就比如說 李威蜂 這錢傻在賭不人家 沒有 我手機殼三百塊 後面有個鏡子 我就可以用了 不是 因為對我來說 這就是每一個人點不同 我很喜歡這種周邊 你知道嗎 就是比如說像這種境界 像這個 泡泡燒 這個多少錢 這個是 施華洛士奇聯名的 所以我記得我買的時候 好像是一千五 因為它就是很型 這要幹嘛 這個它是可以這樣 它是當手機機這樣 OK 它可以撐出來 後來我買了這個之後 我發現因為 我實在滿不好用的 所以我就沒有用它 後來又發現一個 新的東西是這樣 這個是黏在手機上很方便 每次都要換殼 所以我就會需要這樣 我現在買到一個磁吸的 我可以把它分開了 磁吸太后在用 對 磁吸太后本人在用的 這個泡泡燒 對 所以我就不會 因為這樣子很浪費 每次都要買殼買泡泡燒 你真的是買一些 都不會真實的東西 不是 可是你不覺得我 比如說我緩拿這些東西 比如我心情不好 我會有一個什麼東西 我想發洩一下 我就換一手機殼 我就覺得我心情超好 簡單的新鮮感 我覺得這很OK 老婆不能換 這手機殼可以換 對 OK 你滑一流 你滑一流